商业最有魅力的部分 超级变量 商业最大的变化 不是对手 也不是环境 而是经常会出现的全新的超级变量 前面分别讲了商业魅力的三个方面 一 商业 从低到高 居然能搭起来那么高的一座塔 比如埃隆马斯克 二 商业 从慢到快 居然能转动那么大的一个飞轮 比如亚马逊 三 商业 从实质中 居然可以把一个优势发挥到那么极致 比如乐高 其实 还有一个维度没有谈 就是从此处到彼处 这就是商业最有魅力的部分 变化 过去我们谈商业变化 往往指的是环境变化 或者说竞争对手的变化 但是这些年 大家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 越是能看得见的变化 就越不是致命的变化 越是能看得到的对手 就越不是真正的危险 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中国当年的三大门户网站 他们互相之间掐得你死我活 但是最后击败他们的 根本就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而是下一代互联网产品 真正的对手 根本就看不见 那怎么把握这个时代的商业变化呢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子 有两家著名的公司 迪士尼和奈飞 迪士尼是典型的内容巨头 它的旗下产业 可远远不止我们知道的动画片和主题乐园 美国著名的ABC电视台 ESPN体育频道都在迪士尼的旗下 现在它全年收入规模接近600亿美元 而奈飞是这几年飞速崛起的明星公司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视频流媒体服务商 在奈飞上可以看到各种视频 它的商业模式就是会员付费 根据套餐的不同 每人每个月要交8到14美元 而且只要交钱 所有内容就可以随便看 奈飞现在一年的收入是110亿美元左右 这两家公司 一个提供内容 一个提供平台 多好的一对 好好合作不就行了吗 但是2017年8月 这两家掐起来了 迪士尼宣布终止和奈飞的合作 两家曾经是一大一小 互相合作的上下游 商业模式完全不同的公司 现在开始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结果整个2017年 迪士尼的股价几乎没变 而奈飞的股价涨了一倍多 这两家公司收入差了五六倍 但是市值已经很接近了 这说明迪士尼和奈飞 如果不是伙伴而是对手 资本市场更看好奈飞 不要简单看这个世界 这会是未来四五年时间内 商业界的一个重要主题 因为这背后不仅是两家公司之争 还是两种商业模式之争 拿两种商业模式 平台和垂直两种模式之争 比如谷歌 腾讯 就是平台型企业 他们的目的就是求多求全 不仅内容要全 而且要尽可能出现在各种地方 而垂直型企业 顾名思义 打一个洞 垂直下去 要扎到很深 最典型的是苹果 它的目的就不是全了 而是集中 要让非常特别的服务和体验 只出现在自己的体系里 这样才能留住客户 留住收入 这两种模式的企业 都有存活的可能 很难说谁优谁裂 但是这两种逻辑越来越精卫分明 如果不进入其中的一个逻辑 这个时代的企业就会有战略困惑 迪士尼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迪士尼身上有两种基因 它有平台企业的基因 像谷歌 它生产好多内容 然后授权给无数个平台去播放 不管是各种电视台 还是奈飞这样的流媒体服务商 还是卖各种DVD 甚至是把电影拿到电影院上映 迪士尼的一切 目的就是让迪士尼的产品和内容 仅可能接触到所有人 这和谷歌希望让自己的服务 触达所有人是一样的 但是 迪士尼身上还有另外一种基因 垂直基因 也就是像苹果 它有迪士尼动画 皮克斯工作室 漫威电影 星球大战 迪士尼乐园 都是高品质内容 它的文化和苹果一样都是高度控制的 尽到迪士尼乐园里和尽到苹果 IOS系统里的感觉是一样的 他们都极度重视用户体验 并且能不开放的地方全都不开放 自己来把控 那问题是 到底是对内容来者不拒 绝求分发场景的无处不在 还是追求高品质内容 严格管理体验 把用户留在体系里 这是一对矛盾 这两方面很难兼顾 因为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效应 叫网络协同 意思就是越多人用越好用 两个模式 平台型和垂直型 都有可能产生网络协同 要么就集中海量的用户 让他们互相之间产生网络协同 腾讯 谷歌 Facebook都是这样 要么就集中优质内容或者是产品 让产品和产品之间产生网络协同 比如 苹果 小米 他们通过提供体验一致的产品 留住用户和收入 事实上 迪士尼的同行确实就有这么干的 比如美国著名的电视台HBO 他就搞了一个自己的奈飞模式 而且收费比奈飞还贵 还只能看HBO自己的内容 这是为什么 因为HBO对自己的内容有信心 这就像苹果能精确地管理自己的品质和用户体验 现在两种选择放在迪士尼面前 是要做一个平台型企业 还是要做一个垂直型企业 到底是要哪种网络协同效应 这中间没有太多的欺墙空间 而现在的迪士尼好像确实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 说这个案例实际上是想说 商业最大的变化 不是对手 也不是环境 而是经常会出现的全新的超级变量 就像迪士尼遭遇的网络协同效应 在他们原来的经历中 这是完全没有的东西 打个比方就明白这种变量的可怕了 比如 一个月30天左右 在一个月的尺度里 确实是这样 但是 如果尺度扩展为一年 你就遭遇了一个超级变量 就是2月是28天 如果尺度扩展为4年 你又会遇到一个超级变量 就是出现了润年 商业也是一样 在原来的环境里有效的逻辑和做法 一旦扩展到更大的尺度 就会遭遇超级变量 这个时候 看起来是左右两难 其实是没有看到那个超级变量 对整体博弈关系的决定性影响 现在商业演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快到了过去几十年才会遇到的超级变量 现在几年时间就会遭遇 所以 预判和识别这样的超级变量 就成了现在商业从业者生死攸关的任务 就会遇到的超级变量